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印入在纸箱的抗压能力 可检测纸箱 可以检测纸箱包装体的持久压力测试 看它检测纸箱的承受能力 首先这台设备的结构原理 这个属于力柱部分 它主要是通过两条螺杆 上下移动做一个压力带动作用 这个是传感器部分 主要是通过压板接触到的面积 力传输过去 通过力传感过去传到电脑 这个是抗压板 这个是抗压板 抗压板部分 在做测试的时候 人要离紧接线部距离60公分 至少有60公分 60公分的距离 这部分 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 打开电源 它指示灯会亮 这个是紧急自动 紧急自动呢 就是当设备在操作的时候 电脑不受控制的时候 按紧急自动 紧急刹车 这是电源指示灯 代表机器已经通电 好 到软体部分 软体部分的话 整个设备 它是一个免安装的 免安装的一个绿色软件 它通过 它通过解压 它通过解压 解压过后 直接在第二个文件档里面 直接第二个文件进入文件档 扶置 这部分扶置 直接copy到 C盘系统文件目录下 到系统目录下 然后打开 将目录文件 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 好 软件的安装部分已经OK 好 安装部分已经OK 好 打开软件 打开软件的同时 首先第一步 要开启设备电源 电源指示灯要亮 打开软件 当进程条达到70%的时候 它会提示用户名 管理员 好 我们出厂密码是1 好 第一部分 第一个 这个功能键 功能选择 功能选择呢 它里面第一项属于公式编辑 公式编辑 第一 它是针对测试所用的 每一项公式 它自动分析数据 就是提前将公式所编辑 第一个里面 第一部分 它里面用的是一般型的 通常它里面用的是一些面积 长度 之类的一些代号 第二部分 它所用的是橡胶类的一些功能 第三部分 它用的是一些 手动的一些相应的功能 它所每一项功能里面 都会有一些 都有一些数据性的一个编辑 公式编辑在里面 好 这是一个相应的部分 第二部分 第二项 语言选择 这部分呢 是可以选择中文 可以选择 第一个是英文 第二个是那个 繁体中文 第三个是简体中文 语言选择 第三项 它是第三个 它是属于个功能设定 它是属于功能 功能设定 第一部分 它是显示 断后的一个测试距离 第二个是计算第一 区幅点的荷重 第三部分是计算第二 区幅点的荷重 它这个每一个部分 它这个每一个部分是显示 只是显示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位点 我们目前显示的一般是在这个 这一部分 显示这一项 显示最大厚重与图形 这一部分显示最大厚重与图形 和测试曲线的一个区间 一个设计一个测试的一个区间显示 最后面下面部分 一般通常显示它的测后自动回归 就是在测完后设备自行运回转到零点位置 最上面一项 上面一项是测试完后数据自动取存 在上面一项是测试前自动归零 这几项测试 其他的就不需要选择 好 第四 第四项是属于硬件设定 硬件设定 这一部分属于它的一个串口选择 通常电脑的 通常电脑的默认选择是串口一 是串口号号为一号 第二项属于它的传程 它的一个传程位移的一个距离和它的脉冲 它是根据设备的根据设备的默认 它只要连通到电脑以后设备自默认值 它就会选择出来 这一部分它基本是不需要选择的 然后在下面部分 试验及控制方式 选择控制设备的一个驱动 驱动原理 我本设备它用的是第一项四伏马达变压 第二项四伏马达频率 第三项是交流变频 第四项是油压四伏 按照本机的目前选项的话 第一项是四伏马达频率 第二项是交流变频器 这两项选择其他中午选择 一般是选择四伏马达频率 下面一项是属于四伏控制 它是如果我们本机是四伏 四伏配置的话 它用的是四伏控制器 所以这里要打勾 然后下面数据是由电脑直接传输 其他中午选择 第一项 执行测试 第二项连板控制 第三项数字归零 第四项测试资讯 第五项视频资料 第六项测试方法 第七项测试结果 第八项测试保存 第九项功能选择 然后界面的话 这个主要部分是显示力量的当前值 第二部分显示设备在运行的位置 就是位移 下面部分是属于它的一个变形量 这一部分它是不显示的 第五部分 它这个是属于力量变化的一个 应力应变的一个变化率 它这部分它是根据力量的大小来变动 下面部分 这部分是属显示它的一个 显示它的一个那个曲线 显示 显示 啊 曲线显示方式 第一项是选择后重跟位移 第二项属于后重跟时间 第三项是位移跟时间 第四项是应力与应变 好 首先呢 在执行测试之前 我们要把我们要做几项准备 第一项在执行测试之前 首先第一部分要请输入测试资讯 测试资讯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第一个要输入测试型的批号 第二个测试人员 第三个是客户名称 第四个是视频资料啊 材质 第五个是那个测试方向 第六个是测试速度 相应的部分的话 根据的测试环境来填写 第一部分是默认部分必须要填写 这个是第一部分哈 我们可以选择 必须要填写第一部分 好 测试项的第二项选择是 执行测试第二项选择 是视频资料 是视频资料 视频资料呢 我们可以通过内向去编辑 也可以通过内向选择 我们编辑的方式是 点开 点开测试 视频资料 点击编辑测试 视频资料 好 第一部分 我们选择材料的材质的形状 材质的形状 我们通常 通常选择为 矩形 也就是一个正方体 选一个正方体呢 我们在这里选择 我们在这里选择一个矩形 然后编辑视频名称 视频名称 好 第二项 我们选择的 测试的一个材质的宽度 长宽高 也就是它的面积 通常的话 我们测试的话 选择它的截面积 截面积呢 也就是说 它的 宽度 高度 宽度 宽度的话 通常我们根据材料尺寸 来填写 厚度 直接结算出它的面积是多少 好 下面一部分呢 直接算出它的面积以后 这个是测试的一个距离 距离 按照我们标准的距离的话 根据你 你箱体的高度 可以做相应的调整 我们默认的话 一般是以50毫米 也就是测试的距离 这一部分是作为它评管资料 这个呢 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使用的 它只是一个针对一个 针对它的一个产品做 做出一个判定 比如说上线的部分是多少 下线的部分多少 做判定它的那个 结果是否合格 好 这部分OK 好 编辑好以后 我们可以增加 增加一部分 增加一部分 去吸 停 停 这是假设好 假设好 然后直接就保存 我们保存在这个位置 直接保存下来 好 退出 退出以后 在执行测试之前 在执行测试之前 我们要选择它的 视频资料 第三部分 在测试之前 请输入它的测试方法 测试方法就是指它测试前所 根据速度 根据速度来移动 我们可以 可以根据里面的方式来编辑一份 这里有编辑测试方法 编辑测试方法 选择 第一项 是控制它的速度 控制模式 控制模式 通常我们选择的是 第一个是定速度 根据它的速度方式 第二个方向 压缩 往下面压缩 第三项 我们根据它的数值 通常做抗压测试 它的数值是12.7毫米每分钟 这是标准的测试方法 后面逻辑是 单位是毫米每分钟 逻辑是 我们是判定断点 我们通常也判定百分别 最下面一项断点 跟断点 我们根据可以在后面的相应部分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判定断点的条件 我们一般按照指向的测试方法 我们一般是以85%来判定 这部分我们可以选择停止 后面的条件 后续处理是停止 因为测试完以后 我们直接停止 好 到了下部分的话 我们在这部分的一个判定 判定断点坛数的话 我们通常是判定的百分比 跟上面百分比是一样的 85% 85% 下面呢 这就是说起始于它的力量值 我们通常是以0.1% 0.1流来判定 好 这一个测试 预警测试前的条件 第一个预警速度 我们的测试预警速度 不能不能够大于测试前的速度 所以说这部分的话 我们通常是以10毫米为主 测试速度为12毫米 12.7毫米每分钟 好 判定的预警力 我们通常是以0.1流为继 好 测试方法 我们以保存测试方法 保存测试方法 我们可以圈击一个 OK 保存测试方法 好 保存测试方法以后 首先我们在测试前选择它的测试方法 把测试方法选择出来 在测试方法里面 选择刚才编的测试方法 好 选择 好 OK 我们现在可以做测试了 测试前 将纸箱叠成一个正方体 叠好以后 放到压力传感器的正中间 放到压盘的正中间 将设备 将设备移至 将设备移至 接近它的箱体 直到一旦 好 下降到這些位置 点击,这是新测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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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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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